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喜欢本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手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 文章的题目是习近平的二零三五遥远梦想 文章介绍上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十月召开 而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还有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 每一届的中央五中全会主题都是制定五年规划 这并无特别之处 但是二零三五年距今还有十五年 中间其实还有三个五年规划 而现在定立规划到底有什么奥妙呢 文章介绍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中共作为一个集群式的政党 一向是有定立成员规划的传统 相对而言五年规划只是中短期规划 早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 就定下了二十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使又定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也就是二零二一年建党一百周年时建成小康社会 二零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 建成所谓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也并非中国独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定下目标 要在二零二三年建国一百周年时 把土耳其的经济规模由现在的全球排名第十八 迈进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打造未来愿景 大概是所有政治强人的共同爱好 习近平的二零三五年并非一个随便定下的年份 早在中共十九大上 他所作报告中就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也就是从二零二零年到本世纪中业 分成两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三五年 第二个阶段是从二零三五年到本世纪中业 也就是二零四九年或者是二零五零年 报告对两个阶段的目标定义都比较的虚 第一阶段仅仅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包括经济科技实力大幅跃升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 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更为宽裕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 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等 预计十月的五中全会将会对这些目标有更加具体的描述 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各地已经开始制定二零三五年的远景规划 比如石井山的目标 石介石区内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二百四十方尺 人均公共体育用地十五方尺 上海的浦东新区则表示 届时每立方米的PM二点五年均浓度要控制在二十五微克 而空气的优良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但是具体到习近平 他为什么要制定到二零三五年的目标 而不是制定到本世纪中叶的远景目标呢 用他的话来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二零四九年非他所能企及 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证实 他有意主导中国政治进程 至少到二零三五年 届时他已经八十二岁 但是以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水准 如果没有意外 他似乎应该仍然在人世 但是除了他之外 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届时应该无人能够活跃政坛 连最年轻的胡春华到二零三五年时也已经七十二岁 即使有公职也只能相当于现在王岐山的角色了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美两国预计于本月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举行高层会谈 而投行野村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这可能是一项负面风险事件 正面情景可能是双方坚持协议 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目标进行调整 以反映现在疫情的影响 但是投行认为 由于美国政府对境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和批评 比如人权中国企业科技疫情责任 香港民主经济政策还有军事问题 风险是贸易谈判不会导致今年的实现目标出现任何变化 如释者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采取惩罚中国的一些行动 如果川普增加中国进口货品的关税 预计人民币贬值幅度将抵消有关影响 报告说比如美国政府对华进口价值一千三百一十亿美元 货品的关税税率有百分之七点五而提高至百分之十五 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估值会贬至七点零五 当然川普也有可能选择另辟其境 避免贸易战升温增加疫情下环球经济增长的市场风险 但是野村认为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由现在开始 一直到十一月初美国总统大选 潜在进一步恶化是存在风险的 因此即使美元人民币汇率因为美元疲软而继续下行 人民币在贸易加权基准上仍然有表现落后的风险 中国在最近几周加快了对美国粮食和油脂的采购 此前两位知悉计划的消息人士表示 在八月十五日的一场视讯会议中 美国与中国的高级官员将审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 可能在两国关系愈发紧张之际相互表达不满 人民币对美元及期周四早盘大幅高开 但是随后挥吐了大幅涨幅 而中间价大涨三百一十四点至近五个月的新高 再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两位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最大央企之一的中信集团在七月中旬下发通知 你在全集团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的专项工作 以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 目标是二0二0年开源增效五十亿元 节流降本一百亿元 根据路透社获得的关于开展中信集团二0二0年度 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专项工作通知 要求各自公司大力压降管理费用 原则上管理费用总额要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以上 中信集团官方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而一位中信集团总部内部人士对路透社评价说 中信集团此次要求既是顺应中央六保六稳的要求 也是考虑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此前中央也多次提到央企要过紧日子 通知还要求各自公司应该继续推进存量资产处理攻坚战 加大存量资产的处理力度 同时资源要向优势企业进行集中 有效的盘活闲置资产 加大应收款项的轻收力度 据通知中信集团本次开源截流降本增效专项工作的实施主体 覆盖了集团股份有限三层总部 与各一级的子公司 由各级子公司向下属的子公司层层传导分解管控目标 通知要求子公司要聚焦公司的核心业务 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同时平衡好量价关系 要确保增产增收增利 积极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 大力做好集团内部的协同配合 力争全面完成子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的预算目标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